彰化鹿港藝文館 在7月的档期所展出的是当地画家 陈廟淑老师的油画画展 陈老师是第一次在故乡鹿港举办画展 将他从事创作 15年来最满意的作品 《金条细选》呈现给大家 这次是我累积了15年画画的作品 然后最主要的是 一般会写三跟楼梯写三 还有创作的 然后今天在鹿港藝文館展出 希望大家能够到鹿港来参观指教 陈老师的作品从进屋写生 人体创作 到各地景点的写生作品 通通都有 可以说是非常的多元 老师还有将时事 以及他个人的想法 融入创作当中 要与欣赏画作的民众互动 大部分都是到各地去写生 然后融入一些现在社会的现象跟时事 像我们老年化社会的问题 还有那个外劳照顾老年人的问题 还有阿公阿嬷幼孙的那种画面 我都会把它融入 然后创作的部分就是 就是画一些自己比较内心潜意识里面的东西 梦境式的呈现 最主要就是可能是在内心 不能达到的一些东西 呈现在画面里面 陈妙时是我的阿姨 我一路看他就是 好像十多年他一直在成长 对这个乡图的那个 旁边陆港乡图的那个庙宇的什么 表现了零零尽致 在这次的展览当中 陈老师也展出多幅 陆港知名经典与巷弄的写生 要带着大家从画中看到陆港的美 展览从今天开始到7月13号 欢迎民众到陆港艺文馆 欣赏陈妙淑老师的作品 记者吴维麦张花仙采访报道